堅決反對 高屏息 色異火戰場 比賽米 所以喔 就包括他們火葬警察又涉嫁的火 我們這邊外國都是這些人民來影響到 包括水執來影響到 所以我跟林芳如林立研 堅決反對設立火葬場 所以它沿燒過來 它會成放射狀 然後風吹過來 它就會到藍河宴 那藍河宴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呢 是大副的那個叫做民生用水的取水 那我們的中 到我們的南區呢 我們那邊還有一個叫做九區的取水站 那個就是叫做儲存的 那所以呢 那個九區的取水站 它是會等於說它的水是存往到那個 橙琴湖 去水的功能 所以呢 堅決反對說 因為他們的那邊的行水區 可是他們影響不到 可是他們嚴重的影響我們大樹這邊 大高雄 所有的行水的問題 這個非常的嚴重 因為我們的行水區 剛好我們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它就在我們的河川 河道的旁邊 那所以呢整個影響了我們除了 污染 還有一個叫做四季之毒 就叫做戴奧心 那戴奧心它的一個浮塵粒 它是蠻細密的 它的一般簡單來說 為什麼大家都反對測試 就是因為說 它的那個浮塵粒太細 我們的鼻孔是沒有辦法過濾的 所以我們這邊你看看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風就是往我們這邊吹 那到夏天怎麼辦 這兩年那個沙塵暴已經很嚴重了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四季之毒來的話 我們大樹真的是逃亡也逃不了 影響的是到大樹大鳥 還有整個大高雄市民的飲水 我們絕對不要說吃水 就只跟我們的市民朋友報告 所以這裡的機運 包括這裡的理念 就包括我們民眾 我們的唐一爺 都很快 堅決反對高停期設立所上場 會影響整個工商業的發展 我們大家想看看 你來這裡設殯葬特區的時候 哪一種行業 它還會在那裡投資色彩 工商業它一定不會再來 現在現時我們那些 新區換處 一區一個二十四間 他已經獲得兩間而已 然後二十五萬 他甘願的小店 他不在賣 本來都說好了 所以這已經人要換處 人家就已經整個都撤下去 屏東有很多地方可以設 所以拜託一下 現在我們 我先代表我們檳榕人 或高雄人 過一個失禮 這是我們檳榕管理一時的失禮 我相信他 他會反對 所以我先讓高雄人設一個失禮 讓大家今天 熱海群在這裡分布 所以 無論如何 我們這裡大家都總結構反對 拜託一下 拜託一下 我們檳榕議員 今天來到蘇伊峰的辦公室主要來 我們李亞全議員也在這邊 今天也很多借眾我們熊的媒體 還有我們的議員 副議長跟李議員 幫我們也 大家結合一下 共同為這個議題來打拚 要要打拚一下 因為我們的聲音 可能管長聽路 我們隔壁出兵好出兵 要喝水的事情是很大的 希望我們這裡的管長 拿出他苦民所苦的精神 來我們拿高品一起合作 然後永遠是個好姐妹 不要因為這打拚乾淨 真的到陽中 我們民棟那裡開整頁的 做一個合併公園 現在他還要去殯葬園區 我們看到那裡水都發了烏油了 所以說這個古蹟區 加上我們這邊高雄也非常漂亮 舊鐵橋的工作小工作站 那就漂亮 不管是風景區以後的經濟價值的發展 或是我們個人生命 飲水的安全問題 這個都是息息相關 我希望我們的縣長 能夠及時回頭 回頭是岸 那在這邊 我拜託高雄的這些鄉親 我們來做會打拚 大方屏東的鄉親來做會打拚 謝謝你們 你們很抱歉 謝謝 然後感覺非常感動 然後趕過來去看我們屏東的河濱公園 除了比這邊還糟糕 更糟糕他現在做殯葬專區 本來是一個真太的公園 現在呢 而且也是一個濕地公園 之後呢 本來是濕地 漂亮的濕地 是大家可以去參觀的 去那邊遊覽 去那邊觀光的 現在呢 要變成濕地啊 濕體的濕啊 因為呢 那邊液淹水 液淹水之後呢 又要在那邊蓋 這個建築物 蓋一個殯磚區 這樣合理嗎 這個合理 對 所以呢 今天我們的 非常感謝高雄 議員還有副議長 這麼挺我們屏東 所以我們屏東呢 真的來這邊 我也覺得很慚愧 當屏東的名義代表 記者會居然在高雄市這邊在辦 那屏東呢 居然沒有人聽到我們民眾的聲音 百姓的聲音在哪裡 這個真的是要 縣政府真的要來監討一下 所以呢 希望說 今天的這個記者會 讓我們大家有個共識 大家一起站出來 讓屏東縣長 縣政府 找到一個更適合的地方 各位鄉民心喔 因為明天在 既然要質詢 所以屏東有來 走來走去 我搜集很多資料 所以明天的質詢 希望屏東縣議會來 由我們的蘇議員 把完整的始末 我們為我們的萬聯西的整治 到我那一次來 遇到一個執行長說 他們高雄市看到我們在做 八年後才做的東西 所以裡面很多內容 我希望明天來 縣議會聽我們屏東議員 詳細的講給你們聽 我有影片 都剪多影片 對不起高雄的人 謝謝